各位小猜神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這個台新在昨天他就釋出了一個新的活動 叫做台新購物加年華刷出你的5%新高度 那這個活動呢我個人覺得其實還蠻有競爭力的 如果你自己有就是稍微看一下這個活動的條款 你會覺得它其實最高5%它是從玫瑰Gaming卡的3% 在限定Visa然後再加上這個活動加碼的2% 那加起來有5%回饋 一般的信用卡比較少能夠達到這麼高的回饋 但是怎麼樣才能夠達到額外的2%加碼 我們今天呢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官網的部分其實你用台新購物加年華的這個關鍵字找 網路上就找到了 或者是我們下面的這個資訊欄的部分我也有放上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說活動是10月27號到12月31號 好它一共有兩個檔次啦 1027到1130 好這是一個月的檔次 然後再來是12月完整的一個月是第二個月的檔次 那你需要怎麼做呢 就是它這邊有寫到 指定台新卡單月要先刷滿3萬 然後呢也別忘了在Richard Live app上面去下載優惠券 就可以享有這個指定同路的加碼 所以你要做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你可能主力卡都要改用這個 台新的信用卡來使用才能夠符合資格 因為說真的一個月要刷3萬塊 我覺得對小資主來講是有困難的 但是呢你可以想一下 現在有百貨公司中年輕 然後也有這個購新機 比如說iPhone新機的話 你要趁這個時間來做購買 那倒是符合資格 因為隨便可能12Pro可能就會快要超過3萬塊錢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剛好有要在保護公司做消費 甚至是買手機的話 這倒是可以拿來做combo的 因為它這個其實3萬的新增消費 其實是把這些指定通路裡面都包含了3C 或者是這個百貨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倒是可以拿來就是做價碼 做combo機這樣子 那這五大通路的話有百貨海外 國內網購3C跟家居有2%刷卡金回饋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海外的交易有沒有是可以讓你拿到額外加成的部分 因為這個的話我都會去思考說 各個通路是不是有一些適合的部分 那喊卡片權益最高是5% 那你要特別注意 它這邊的藍字這邊小小它有寫到說 Richard Life的APP優惠券只有10萬份 所以10月份到1027到1130的第一個T4只有5萬而已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參加活動 請你現在立馬打開APP來領取囉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一下就沒了 那12月1號的話還是要再來領一次 如果你真的有確定要刷3萬 並且拿到這個2%刷卡回饋金的部分 那這2%刷卡回饋金它說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0元 而且以100的整數計算 也就是說你刷多少 應該是5000吧對不對 刷5000然後就可以拿到 看一下喔 50x100沒有錯 所以就是說5000 1萬 1萬 1萬5 然後 2萬 2萬 2萬5 3萬 這種方式才能夠拿到就是100x100x100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下去儲的話 你就會發現如果你是刷3萬塊錢 你可以多拿的2%是多少 3 2等6 就是多拿600的意思 好 那你可以最高刷到多少 就是15萬 喔有點多 好其實它這個數字感覺起來好像是跟那個 玫瑰Giving卡的那個所謂的2%上限 3%加碼上限是差不多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你大概可以刷到15萬左右 都還可以拿到額外的5%回饋 你只要符合這兩個活動的資格 其實都有 好 那他說11月的單月消費區間是1027到1130 12月的消費區間是12月1號到12月31號 指定的卡片有無限卡 財富無限卡 冰士卡 升恒昌卡 玫瑰Giving卡的玉璽卡 然後玫瑰玉璽卡 太陽玉璽卡 跟阿哥哥卡 那目前回饋最高的其實 有兩張一個是玫瑰Giving卡 另外一個是阿哥哥卡 所以你們可以拿這兩張來解任務這樣子 好那五大通路可以看一下 這個百貨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星光三月的話可以綁在SKM Pay 所以基本上沒有問題 也符合資格 所以 如果你要用玫瑰Giving卡解任務的話 因為現在 你如果有拿到這個玫瑰Giving卡的前一萬枚 17%百貨回饋 那麼你其實可以把它combo上去 那就是 天光三月然後綁上SKM Pay 然後在 假日的時候去刷 手機 超過三萬塊以上 那就符合所有活動的資格了 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是要給你專門買手機用的活動啦 呵呵呵 好那當然你的百貨 如果有要去買一些美妝白養品 或者是整批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盡量一次 因為它的規則是當月 應該說整個活動區間的單比 最高滿萬以上的那個 有回饋17%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可能去一家這個 Apple專賣店 然後就刷足 超過大概多少 兩萬七左右 超過三萬差不多啦 三萬的話 你可以拿到最多的回饋 因為它是以五千為單位來多送一百嘛 所以你要這樣稍微再算一下 三萬的話就是再多拿六百這樣子 那海外的話其實也有確定的指定通路啦 所以你不太可能就是 拿來就是 做一些那個投資交易什麼的 我看一下 Google Facebook iTunes Uber Uber Eats Netflix Spotify 任天堂 這些 OK 海外消費是指 活動期間刷卡並有 收取國外交易服務費的帳單交易 所以 線上訂房 拍賣 影音娛樂 海外實體店面都有 而且你不能出國 怎麼可能會有海外實體店面的這個可能性呢 國內網購的部分倒是也可以 比如說 MOMO PC Home 然後蝦皮跟雅虎 所以這一點的話我覺得你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比如說你要在 週末 六日的時候 然後使用玫瑰Gaming卡 然後在網購買東西 那玫瑰Gaming卡在週末消費有3%了 再加上這個活動 賣3萬 然後 以5千塊為單位 就是 只要刷滿5千 就是再多一百 這是要2%加碼 所以 你如果買一個3萬塊的東西 你就可以再多拿600 所以 用這種方式其實在國內網購買也是5%回饋的卡片 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那再來 看一下 這個 3C的部分它有包含Apple直銀店 Apple直銀店包含就是 實體通路跟線上官網的部分都有 你只要符合它的遊戲規則 比如說是在假日的時候 在 Apple的實體店面 或者是網路上面直接刷的話 也是 3加2 就是5% 所以說如果你是48400的5%是多少 算一下 48400 然後 5% 2420 喔 這個回饋率其實也 不低啦 但是呢 但是因為是以每5千塊為 單位來做儲 所以大概應該是45000 也是2250也是很多啦 所以 我覺得 你如果是要官網直刷的話 那在 假日的時間刷卡 倒是有機會 因為 你在Apple刷的話 它是出貨錢才會給你就是 請款吧 所以 這個有可能你在6日刷 但是它可能請款日不在6日 你要特別注意 不然再簡單一點做法 就是你直接是直銀店 現場拿商品 現場刷 那絕對是符合6日的3%加碼 這是提供大家參考 那最後家居的話就是 生活工廠也有 特利烏 HOLA IKEA 伊德利 這些你就可以看一下說 如果有 需要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 它說 僅是用 這個 劣勢特電 其餘數不列入回饋 這是這個部分 那它的注意事項 我覺得也是有蠻多的貓膩在裡面 你也要看一下 這個 它都有簡單的做介紹 那 你一定要特別去確認 像第六點的部分 它說 是以每100為整數單位來做計算 那回饋金就是100、200、300 所以你一定是以5000為單位往上加乘 所以 它不是說2%就是直接你刷多少錢乘以2% 不對 是你要以5000 5000的2%是100 然後1萬的2%是200 這樣子一直往下走 所以 它還是有一個門檻存在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搭配這個 百貨公司週年慶的話 把玫瑰Giving卡綁在SKM Pay 然後 在假日6日的時候去刷一支手機 那你都符合規則了 所以 這個活動其實 我個人認為基本上不會複雜 但是呢 你還是要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裡面 去做刷卡消費 而且要滿足特定的金額 就有一點點麻煩 但是呢 我覺得 你想要A好康 想要做Combo的話 現在先領券 因為 這個檔次只有5萬組 那我們 公司寶可夢的粉絲頁 就有6萬多人了 只要有一半的人看到大概3萬個名額 就被騷光了 所以請你趕快把握時機 下面的資訊欄點開 然後有官網 有教你怎麼做點選 這個如何領取優惠券 看一下 趕快去領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才不會就是好看又飛走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支影片非常緊急的 來跟大家分析這個優惠活動 也請你務必一定要就是 學會搭配 好 那現在入手玫瑰給品卡 來得及嗎 如果你有Richard Live的話 先下載優惠券 沒關係 玫瑰給品卡 我們有MGM活動 下面就是 我們有半卡連結 趕快跟團 本團的1萬塊獎金 就是要抽20組小七五百元商品券 一樣送給你 所以不要覺得現在沒有十七八就不辦了 不對他一直都有優惠 我相信他會一直撒錢下來 所以請大家就是一定要更好更滿 趕快入手玫瑰給品卡 好嗎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影片 然後把這個影片公開的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這個 台新加年華5%加碼的活動優惠 好嗎 好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拜拜